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Snap在业务上也打算增加音频社交的功能。除了音频社交之外,这三家社交平台在对电商方面的态度似乎也出奇的一致。 今年以来,Facebook的股价累积上涨12%左右,Twitter股价累积上涨21%左右,Snap股价累积涨幅24%左右。 但从股价表现来看,Snap似乎更受资本追捧,不过股价始终是基本面的另一种表现形式。 近几天,Facebook,Twitter和Snap先后发布了第一季度财报,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财报表现究竟如何。 在今年一季度,社交平台老大哥,Facebook实现营收262亿美元,同比增长48%,超越了过去四个季度的同比增速。 Twitter实现营收10.4亿美元,同比增长28%,和上一季度增长同比持平。 Snap实现营收7.7亿美元,同比增长66%,继续维持60%以上的同比增速。 营收方面三家社交平台均超市场预期,尤其是Snap,连续两个维持60%以上的高速增长。 大幅度超出分析式预期,但Twitter作为老一代社交平台,收入增长落后于同业其他公司。 我们下面来分析看看它们是如何实现快速增长的。 社交平台的广告效率和活跃用户息息相关。 在一季度,Facebook,Twitter与Snap的日活用户分别为18.79亿,2.8亿和1.99亿,分别同比增长8.4%,22%和20%。 在这方面,Facebook与Snap的DAU排在Twitter的前面。 从历史数据来看,Twitter的DAU也是一直处于劣势状态。 虽然Facebook的DAU增速是最慢的,但日活用户的数量是最高的。 其他的用户相关指标也一直保持稳定增长。 另外Facebook旗下还有同类产品INZ一起抢占市场。 今万亿美元市值的老大哥其实没有太大压力。 而Snap的用户群体一直都很活跃。 在前几个季度,Snap不断增加新的玩法。 推出了类似现在大火的TikTok的SpotWireTool呢? 在自身的AR业务上也不断创新,支撑着用户的活跃度。 我们再来看看Twitter。 其实它现在烧显电视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创新。 商业实施通讯公司Morning Blue的CEO兼创始人亚历克斯利博表示。 人们普遍认为,Twitter在过去几年里没有创新。 在前几年,在社交媒体功能日益多样化的时候, Twitter的产品功能改进和迭代速度过慢。 在Twitter最颓废的时候,市值一度缩水到100多亿美元。 但Twitter作为行业老玩家, 停歇自身市场份额在重挫之后也能实现反弹。 目前市值已经回升到520亿美元。 在费用方面,Facebook, Twitter和Snap三家公司都有所增长。 Facebook一季度全部运营支出为147.9亿美元, 同比增长了24.9%。 Twitter一季度全部运营支出为9.84亿美元, 同比增长了21%。 Snap一季度全部运营支出为10.73亿美元, 同比增长了43%。 分析它们的支出结构, 大部分的增加都是由于营销费用的增加。 可以看出Snap公司的营销的投入比例是最大的。 这也是影响Snap的活跃用户高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 其次就是Facebook从历史的营销费用增长速度来看。 其实Facebook的营销投入增速一直在缩小, 近几个季度维持在25%左右。 Twitter虽然没有令两家公司投入的营销费用多, 可也是在逐渐增加投入速度。 也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用户。 因为营销投入的多, 有两家公司的盈利没有跟上。 在盈利方面, Twitter和Snap分别实现了0.68亿美元和2.87亿美元的净利润。 Facebook实现了95亿美元的营收。 在净利润增速上也呈现抬头的趋势。 毕竟这几个季度, Snap和Twitter都在致力于自家APP的新功能上。 成本结构和运营能力上并没出现较大的危机。 功能扩建带来支出的增加。 盈利有所减少不用过于担心。 而电子商务则是Facebook已经多次提及到的方向。 扎克伯格指出, 要在我们的服务中建立功能齐全的商务平台,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这是一个多年的历程。 Facebook目前仍处于探索电商的早期阶段。 旗下的Instagram已经打起了头阵。 这次三家社交电商们的脚步竟然出奇的一致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其实, 社交平台利用自身庞大的用户群体, 继续推出电商业务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优势。 纵观国内, 做社区的小红书推出了电商功能。 快手抖音等具有高活跃用户的短视频平台也都在做直播电商。 直播电商能够做起来, 最离不开的就是用户参与。 而社交平台以广告为生, 也需要用户关注, 用户广告电商能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。 华尔街的一位分析师认为, 如果Facebook的电商平台将会值10亿美元, 对于新业务的推出十分看涨。 但三家社交平台最终谁能把电商能够做得最大最强? 还需要时间来证明美股研究社将持续进行跟踪。